歡迎回到第二帖 今天繼續 小氣勢 小氣勢大約 講晚小氣勢 不斷小氣勢 吹什麼 剛才說容兵天下 繼續小下去 反正不小開 有網友形容 一套好像是神秘漫畫家 這個醬油西餐 不是 不是另外一個人 對不起 都是我們姓仲 我覺得這個形容真的非常貼切 豉油西餐就是什麼 鹹西 不要去那方去想 又鹹有福 豉油碟就是鹹碟 是假西餐的意思 其實是中式東西 但又要裝西 就是瑞士雞翼 明明是中式 對 改個名字就好像瑞士雞 這個比喻不對 瑞士雞是基於一個誤會 當時人的英文說得不好 對 Skineswing也沒有說是中還是西 但這個他擺明想走一條西路 結果就不西不水 哈哈哈哈 你說什麼 應該是不西不水 神經病 是不是應該要十八 不西不水 不西不水 很多東西都不西不水 起不了水 總之 這本東西就很古怪 我感覺到現在都沒有什麼劇味 其實我覺得 除了《西餐》的條例之外 今集又更加古怪 為什麼這樣說呢 為什麼 因為之前你走《奇幻》 其實很老實說 有多老實 對 用英文說是比較真實 其實以前都是有《奇幻》的漫畫 或者小說 但可能近年來的人覺得 《奇幻》一定是跟《Online Game》掛勾 或者是跟電腦RPG掛勾 但其實《奇幻》不一定是這樣的 我們以前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 看的那些《羅德島戰技》 《達爾大冒險》 那些 《達爾大冒險》 都是跟遊戲有點掛勾 但你都不特別覺得 很電子遊戲的感覺 但剛才說 首先這本東西 很有武俠味 然後今集又令我 我後半也覺得很有 《Online》遊戲的味道 又要升級級 還要有一本《Lockbook》 幫你印上 你級數 其實這件事 連一些漫畫裡面 例如以前《日曼》的《奇幻漫》 例如《暗黑破壞神》 不是《Diablo》 就是《Buster》 還有《內印戰士》 你很明顯看到主角越來越厲害 但他也不會跟你說 他現在已經LV134了 不會這樣的 這是習慣 你沒理由不知道 黑級高階 三件、一件、兩件 然後《魔骨經》 《三十六層天》 或者《道經》 你原來已久 超頻入性 但你說的是武功的等級 習慣了要這樣計 但是現在說的是那個人 現在好像我是去學 那些什麼《獨木舟》 《滑浪風帆》 師傅幫你開本《落卜線》 然後你玩夠十二個小時 就幫你吸引仔 你就可以升級去下一級 這樣的意思 你這樣說的 你這樣說的 就是暑期遊戲 暑期學校 還有你有層級的 我覺得你可以在業與業之間 這個故事的中間去介紹 他現在的強度大約去到 譬如他現在是十二了 或者故事再去多一點 他已經去到二十了 我覺得OK的 作為一個讀者我覺得OK的 但你不要在故事裏面 跟我說他現在有升級 就好像他做完一個任務 就有升級的音樂走出來 然後你現在有些自由點數 你自己分配吧 那種感覺很可憐 你之前已經是奇幻混合武俠 現在又混合網上 整件事真是很混淆 會不會儀欺 即是有點儀欺了 是多儀欺 那不如黃耀郎改名叫黃儀欺 跟黃儀欺有關係 真是無言的 因為頭一兩集 我都已經看一看 第一集我覺得不太好 第二集我覺得都去得順 對不起 第一集好像覺得 第二集好一點 但這集我又覺得又差了 我又接受不了 每一集都有些東西挑戰我的底線 嗯 我就覺得 幾乎跟沒有穿衣服沒有分別 我暫時都沒有什麼心機 拿到那本書來看 雖然買就買了 但我沒有什麼心機看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太多人畫 很雜固 很雜固 對呀 頁頁都不同 我覺得很辛苦 看上去 這頁就突然間是 古靈精怪的Q版 又不算很配合 尤其就是 其實我覺得不可以 跟劍橋畫一去均等這樣做 因為劍橋的畫本身比較日式 他調整去Q版也有少許容易 但其實有些都很強硬 如果有看今期的完成 你就會發現其中有一格 是特別明顯的 就是阿刺驚 好像叫阿刺驚 沒錯 他剛剛罵完 和很嚴肅地用了表情 和二王子說了一句說話 二王子不理他 然後他就變了Q版 你好像沒有聽到我說話 但那個樣子和之前那格的嚴肅 是很不一 很不能夠配合 如果你剛才說劍橋 我就不太接受劍橋的Q版 我覺得可以的 因為我覺得他那種變點 大約的程度 是比起跟北條斯 例如猛波由正常變成Q版的差距 但是用得不好 我覺得這個尺度問題 但是剛剛我提到的那格 就簡直是簽名變成Q版那種差距 我覺得是用得不好 你Q版是在哪個位置用 但是譬如這裏 因為他本身正經的樣子 都已經是個個不同 頁頁不同 然後有些人是Q版 就會變成好像看格格 都是 好像是由不同的 一頁 一本80頁的書 由80個不同的畫家去畫 絕對是 八家衣 不要開玩笑 我小學的時候 就試過跟朋友一起做一個創舉 六個人畫一本漫畫 是每個人畫一個角色出來 然後就做對手戲 那你真是說人家是小學雞 可不可以是我進步得好像專業那樣 那你現在真的退步得很厲害 我現在跟職業那些都差不多 我都知道是你小器 你不受我的意見 你不受我的意見 絕對是 我不回應你了 你自己在留言板說我吧 相信 所以我覺得 用冰天下看得有點辛苦 最大的問題是業業都不同 還有有些位置 始終都是那樣東西 如果你是西方奇幻 那個故事是去得令人很難說服到 你在西方文化裏面 你看到一隻龍仔 你就算不知道牠是龍 你都不會以為牠是一隻狗 不是的 聖石小子也是這樣 聖石小子那隻 你是鑑定不到什麼生物 牠說是狗 牠說很清楚說是狗 你沒理由不知道牠是狗 不是是牠姐說是狗 所以牠才認不是狗 有些人認為牠是一條蟲 不是的 作者已經很清楚了 第四期講清楚這隻是狗 但是牠很明顯是一條龍 你姓石小子那隻不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 你最多說牠是蜥蜴 反而牠是蜥蜴多於狗 我反而想看看熔冰天下的世界裡 狗是什麼樣子 你也可以說 你可以說這隻神奇的生物 我都不知道牠是什麼 所以隨便改名牠 知道牠是某種生物 但你應該辨別到牠不是一隻狗 應該叫牠是Bobby 如果你說我是東方社會 我不知道西方龍是什麼樣子 也可能隨便 四腳趴趴有條尾 我當牠是狗 但是在西方社會的情況 你未見過 譬如牠們熔冰天下 主角也是跟師傅 你沒有見過 你聽故事也聽過 我們有沒有見過真正的龍 但我們都知道一條龍是什麼樣子 最少有這麼多有角的 你就知道角的不是狗 又輪又角又爪 很難叫牠是狗 最多叫牠是麒麟 麒麟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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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世界的故事是一個很重要的章節 即龍是很普通的 因為牠說到 不 反過來 龍是在世界上最高級的生物 其實正常的 在西方奇幻世界裡 龍佔的地位是很高的 東西方也是 神的花生 牠這裡簡直是龍騎士 龍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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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騎士這個職業 已經是最高階的傭兵 應該多多知道龍是怎樣的 這裏有少許多語解說 東西方的龍分別 東方的龍是神明的代表 是善的 但西方的龍普遍是惡的 有些會善 但普遍是惡的 但牠們的實力等級 是等龍神 都是超強的 很少 現在我們存在的世界 很少比龍厲害 當然 除了老友 連龍也混合 你打入地底或其他環境 力量層次會不同 但龍也是很厲害 這本書裡 他也有少許的描述 說龍是很高級 但他們這班人 這個團隊 面對龍的時候 感覺上好像只是一般魔物 或者只是很好打的魔物 很簡單 他們每個都是屬屬牛夫套 這樣比龍厲害 如果以一般不論電影 或者是小說所說的 大部分正常的人 就算你多高級的戰士也好 會透過交涉 甚至乎是退讓這種手段 不會推薦說打 西方龍其中一個特點 就是會講人話 會噴火 還有他們不是完全兇惡 他們是可以交涉的 你可以跟他們聊天 即是有些條件交換 所以這本書 浪費了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讓讀者去投入你的世界觀 但因為製作群都投入不了 那你怎麼叫人投入呢 但會不會原著本身已經是這樣的呢 不敢說 我猜大家既然沒有看 就唯有只是當漫畫題 當漫畫題 因為原本寫的都是中國人 應該是這樣 那小輩和阿狼都是中國人 因為最重要 是在一本書中提及過龍這種生物 是多麼高級 比人類的壽命又長 力量又大 即是任何人 不論是高級或低等的 容兵也好 戰士也好 都不應該用這種態度去面對 對於一般的戰士 或者冒險者來說 你龍不是那麼容易見到的 即是不是家頭漢尾 你走出去見到屎萊姆 野雞 就在打他一鑊 不是啊 我看打Montun那些 不會這樣認同 不會這樣認同 周界都是龍 因為Montun那個世界觀 沒有畫過他的龍 是有這麼崇高的地位 只是當普通的怪物 我正在用最傳統的RPG 以及傳統的西方奇幻觀念 龍不是那麼普遍的 不是周界都有的 可能是某些地方 還要慢慢發掘它才有 龍通常是獨居的 他不會有一堆龍 比較少 所以如果一般的冒險者 看到龍 那種感覺 你會覺得你是面對生死的 即是你處理得不好 你即時死了 但是你見不到那種緊張感 那他可能這裏周圍都是龍 這個龍兵天下可以周圍都是龍 龍兵天下 又有龍神又有龍族 龍友天下 那你入書展問這裏 龍友天下 我覺得其實龍 如果我的理解 在這裏龍不難見 龍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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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難見的在這裏龍不難見 不過感覺不到那種 大氣嗎 很特別的地方 那P牌會不會比較多 因為最初到了 說了不用掛掛 其實他們也有想著 跟他們談判 你看到那個是哪個的兒子 我們是跟少主一起去 某程度是一個交涉手段 但很快便放棄 我在這個過程中看得到 製作團隊根本沒有想著 令大家投入這種世界 最後只是想打 還有那個Point 其實也很奇怪 人家來其實是善意的 我們來接少主 老實說 他叫他做少主 除非他好像想捉完他 就吃鬼了 如果不是其實他 你跟他的立場 不是真的這樣對立 其實他是朋友 多於敵人 因為他有說過 大青山和那條龍仔 其實訂立了契約 某程度上 你們其他龍族的人 不應該傷害 至少殺殺其他人 也好 不應該傷害大青山 但完全是他們無事的設定 而且Point就是 他們訂了契約 現在其實是你們種族的問題 其實反而是 應該被龍仔和龍女去講數 紅龍和藍龍那些談了 現在是你和人類簽了約 應該是你們的種族去講數 就不是應該我們來挑你機 整件事有點怪怪的 最後就是為打而打 明明都不關我事 又不是我unfan你 又不是我delete你 為甚麼要跟我投訴 是嗎 是嗎 關我差事嗎 我真的無理 總之也是那句 哈米在魔劍雙收進步神速 已經隱隱成為晉身高手之一 師傅已經不知做甚麼了 第三集已經 另外青山也已經學習了 慈寒風的槍法忌擊 加上體內還有冰火 嘩又玩冰火 嘩又冰火又槍 真是有異淫 毫無破綻 為了將來成為龍騎士 打穩基礎 我印象之中 上星期和阿兵姿討論這本書 其中一個Point就是 你為甚麼這麼早就告訴我大青山會做龍騎士 你可不可以讓我看他怎樣成長 他不像朱元璋或劉邦 已經有一個結局大家都知道 他一定會做某些事 他不一定要成為龍騎士 我現在對他 將來的冒險 如果是他一定不死 他所有危機都是沒有事 我會有多關心 他會減少很多 哪怕我還想知道他的過程 沒辦法 他第一期已經有很多預言 你覺得大青山和阿蝦一定不會翻臉 或者是少翻臉 但都會在一起 我知道是沒有翻臉 這裏就會欠缺了很多 沒甚麼追看性 說完這本 不如說另一本 《風神幾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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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幾奇沒有說 我要回應那位朋友 他應該都是網友 因為他在MSN跟我講完一句 我記得那一集說 我覺得 北斗 北斗 還是叫甚麼鬼 天灰 不是 魔族 《十嬴》 《十嬴》 尚長很遠 你的名字 《十嬴》 《十嬴》 我覺得不合理的地方 原來在節目中沒有說 其實他當天 臨時死的時候 是被子瑜叔叔 用他的煉氣劍去消滅他 你和子瑜叔叔 人家不一定年紀大過你 叫子瑜老闆 就是子瑜仔 而關鍵子瑜殺他時的煉氣劍 是說明是可以消滅他們的原神 如果專門針對原神 令他不能復活的招 最後他也是能復活的話 那就是和仔自己破壞了這個設定 我嘗試幫他繞一繞 你知道某些版的版友 特別喜歡幫和仔繞一繞 那我就繞一繞 他 即是 紫瑜出的那招 是令到十嬴 他沒有辦法自己復原 但是他現在是透過不死鳥去幫他 先說 斯蒂克那次已經有答案 不是 他是復活了之後再和不死鳥定立他 不是因為不死鳥協助他一直回復嗎 不是 他是真的 異行回復了再遷藥 然後再遇到不死鳥之後才合體 那就是我看漏了那個 總之他先復活了 但是還有一個重點 如果是針對消滅原神的話 他之後是灰飛煙滅的 他應該連見不死鳥的機會都沒有 除非他在被智宇的連氣劍消滅之前 已經被不死鳥救走了 否則他根本任何東西都沒有殘留在這裏 所以他完全灰飛煙滅 還有子羽有沒有說明他 其實說明他都可以之後鬥的話 其實他那一刻沒有傷到他 不是很肯定嗎 還有他功力還沒有回復 那些我對著你心臟打一槍 那些我偏離0.001毫米 其實你心臟沒有傷到 他自己還沒有100%功力回復 那一下和他打的時候也 可以鬥的 只能夠變成硬鬥 如果原本就 原本是軟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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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原本就設定了 要留一條生路給十盟的話 那起碼 你子羽動手的時候 都可能在畫面上表達 感覺有點奇怪 或者覺得為何這麼早就消滅到他 那樣 但在劇情上這樣就不好看了 我覺得 即是你一早就知道他這樣 你實牙實齒說到 你連設定上的東西都說完 是可以消滅他完整的 那一刻我接受了 這個角色就不會再出現 所以我當時才覺得 有沒有那麼離譜 即是這個角色那麼重要 或者他原來以前也是被人說 我詞咒 然後又無聲無聲死了 所有人就當他是 一個只是過關要打的中波士 即是我那一刻的不滿是這樣 你過關要打中波士 是的 我只是告一下水回鄉證 還有我身份證 還有 你用海關來打 很辛苦 你用海關來打 然後我接受你所寫的設定之後 原來之後你又有新設定給我 我覺得這些很失敗 即是比較後撤 是的 硬來吧 其實有一點點的都不是說沒有的 即是當日我會覺得當日都是想著實刑是死硬的 即是有種被灑的感覺 絕對是這個感覺 我又不至於阿朗可能有一點點 即是想設定這一環 我覺得比起之前殺到行者是更加弱 即是不斷讓我看到他的破綻 如果你要說設定 我反而想說主角 主角第二輯到現在都是沒有主角味 但又好看 是的 即是你不會想關心 你不會想關心 你不會想關心 阿武庚現在 是的 隨便吧 武庚 但你會很想關心實刑打不打得贏 天灰 不是 我可以關心那幫村民 即是神隱報那幫人 是的 他們以後還買不買到白菜的包 那大家關心的地方不同 總之都不關心的主角 其實這些事情都不重要 即是我又不關心那幫村民 我又不關心實刑和天灰誰贏誰輸 我連他們誰打誰 隨便吧 無所謂 沒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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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更加無所謂 不要以為生了一隻手 我們會記得你才行 是的 隨便吧 我忘記他生了一隻手 上棋 我忘記他斷過手 哈哈哈哈 我比較在意 我覺得泡河仔真厲害 他真是 BL之後 跳過GL 去到AL 那些Auntie Love 即是完全是 深月葵和孔雀 這一對聞得起 但是完全聞得起 尤其這幾期我看完 我覺得深月葵 我越來越聞他 越來越喜歡他 我感覺上和仔應該是最近有追公心計 他從中是拿了一些提示 中年婦人怎樣勾心斗角 那一套是不是 金之玉業 不是公聰計 金之玉業 是的 我真的覺得 譬如深月葵走出來 其實又說 給我一個機會 孔雀 我也跟你很友善 他還未說第二輯之前 你也覺得他們是好朋友 女人的友情 其實一吹就散了 真的 第二輯你真的覺得 咦不是 有些事情 他走來說服他 可能他不想殺 孔雀 他真的想說服他 真的想和他朋友 這些位置 你會覺得有些感動位 今集又說 玩捆綁 其實有幾個位置 有幾個位置 其實有幾個位置 真的很聞得起 但我唯一很不滿意 就是那些繩 那些捆綁的位置 那個美感 真的差一點 和仔是和仔 但你參考一下 貴政和 貴政和仔 貴政和有這些畫面 不是 你想想貴政和 他不用說些什麼 他一手 一手握在那個臀部 或者只是那個小腹腹 只是那條小腹腹 他拉在柔軟的屁股那裡 那種感覺已經超紋 不如直接看大毛為人 有很多這些繩綁 不行 大毛為人我不喜歡 大毛為人露骨 對 我喜歡貴政 但我看今集 深月葵被人綁那裡 真的很有大毛為人露骨 深月葵被人綁那一幕 我覺得質感好像 鋼鐵girlfriend 你覺得他全身好像鋼鐵 因為你比繩綁 尤其是胸部那些位置 應該會有少許膩的感覺 那些位置最紋得起就是那些位置 他現在畫出來感覺不像勒緊 因為他是直的 你綁住一個人應該是有膩的 有些粒位 尤其是很緊 例如你膩的球 那對球其實是很多脂肪 其實他很柔軟 主要是脂肪 你想想如果是貴政王 如果是貴政王畫這一幕 他真的畫得很柔軟 然後那些男讀者就很硬 真的會這樣的 我覺得 好像一把劍一樣 尤其他後面有一幕 是整班兵走去插他 其實真的可以很興奮 但是差很遠 因為沒有了那個柔軟感 那沒辦法 即是參考一下和仔 日本和仔 貴政和仔 參考一下貴政和仔 貴政和仔 貴政和仔 正和仔和健和仔 不如他做好朋友 哈哈 即是 即是 就算這些位置 畫面還未表現到 還有一種很紋的感覺 也好 我也很欣賞這對 AL的夥伴 好姊妹 但是 因為我越來越認同 深月葵 我越來越不認同孔雀 我覺得 是不是叫孔雀那些 都是老殘 老殘 老殘豬雀 什麼雀都是殘 有一點點的感覺 好像是 你剷了什麼 對 那他們 本身是這群人殺了她老公 和同伴 刀妓 嘩 你還跟那個男人有了 我還不認同你老公 我完全解得通 你刀妓不代表我要認同 是不是 不是 因為有愛 殺了她老公那個是孔雀 其實跟神文部的關係不是 神什麼部 不是 跟神族 對 跟神族 跟天那邊的關係其實不是很大 神隱暴 不過和仔 支持你 支持深月葵 非常棒 越來越棒 可以在那裡加多兩千力 假如之前殺到我就很喜歡桑欣 現在 起碼我看風神紀 我就是 現在找到一個角色我很喜歡 我就是喜歡深月葵 剛才小貝說他臨尾被城衩 什麼死事 圍偶那裡 在驚叫聲 啊了聲 那裡 你不要幫他配音 啊 我自己想到的了 啊 小貝問 這麼老牛 發不出那麼高音 老夫 那一刻 我有一點點替他擔心或緊張 但我轉頭回想 咦 這是個八婆 我不用管他 應該死不去 但是 氣氛是營造得到 令獨者投入 值得繼續 不是啊 孔雀都 真是有 啊深月小心啊 原來 說要反你們 但其實都擔心他 他始終都不想神族和魔族 很簡單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或者神族始終都是神族 泛民始終是泛民 有人不同意 寧願趕絕另外一些所謂的泛民 就是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想法 反而最後那段 是今期 信玉殺 你說那段 小小 但他不是真的信玉殺 但是 有人說 這一幕不如你不要叫天斗碎樂 簡直叫一順千激 有人很不滿 鬼才師會這樣做 I mean 其實他的概念都遲到極限 他說你抄到這樣不如叫一順千激 不過 他整個形象都相似 不過我覺得他好就好在 因為他真的在後面幫你補很多拳 我覺得他真的實打 但是我覺得也是不夠力 我看這段沒有什麼投入感 而且我感覺不到天斗 那個金剛界的神力 強到什麼地步 只是不斷這樣 兩個互擊 不是啊 我覺得其實OK 你想想 他講到不死了是不死的 應該是沒有辦法擊破的 但是天斗是用著打到他毫無還手之力 還要打到他幾乎 連意志都爽手 一個人將對方打死是不難的 但是 一個人將對方打到意志力都沒有了 其實是一種很嚴重的進擊 就是你打 我真的不拿夠他打 我真的完全沒有辦法 打到你自己認輸為止 對 這件事是比起我打到你沒有知覺 然後你暈倒是更加難的 跟差不多形式的對決 就拿回 前幾個星期 武神還在出海洋 大海對白毛鞭那一段 跟這期就有點相似 都是兩個這樣 硬橋硬馬的拳來腳王 但是在打的過程 反而我覺得捨得比今期 就是 十型對天灰 是 令我 投入得多 因為他在打那裏 很能表達到兩個人的思想 這裏真的純粹好像打機一樣 拳來腳王出招 這裏是純粹的 我又不否認 如果你拿來跟大海無量兩父子比的話 他們背後有很多恩怨在裏面 現在 他們未帶出 其實是有的 他們是師徒來的 對 他們下期都會說 會帶回他們的過去出來 但是 這一期為止 這條界線之前 我覺得這段打都OK 我覺得其實有些 不同的 因為 重點是 譬如說到兩個人 可以一邊打一邊聊天 你在說話 或者在想話 其實你不是完全集中在打架 你一定是分了神 沒有那種煞氣 可能是的 但是我想說的是 如果 譬如 打個比喻 我當這裏是這樣寫 天灰一邊打一邊 你又說做我徒弟 又說要報仇 其實他的靈架 比起現在還要多 因為他可以分神去羞辱你 但是他現在是很專注去打你 其實他是在用全力的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如果一邊打一邊說話 會變相是 演繹了一個情緒的宣洩 多於打鬥的畫面 我不覺得是需要邊打邊說 但是在打的時候 可以描述一下兩個人 出招和中招的人的心態 譬如今期是一輪密集 天灰用完他的天斗碎奧 畫面看到出了很多拳頭 十盟都被打到手 斷了 關節都扭曲了 然後大阪很多拳頭 其實和殺到的時候 信義也是狂出拳 即是中間是沒有什麼 可以消化或者感情 尤其是臨尾那幾下重手的招 天灰打到十盟那裡 都不夠那種暴力感 所以我投入不了下去 我還覺得 究竟這幾招 是不是對十盟構成這麼大的傷害 我不能夠在畫面經意 去接收到這個訊息 但我接收到 即是他連手那些全部都斷了 還有我覺得和仔在這方面 可能他沒有肥良那邊 給你這方面的細緻描述 但正如當日在殺到鑽油台那一幕 他是完全沒有字 他純粹是用畫面去表達過 好像六頁還是七頁 那一段都純粹是打 我覺得已經是給了迫力和爆炸力給我的 又不會覺得只是打這麼單調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為什麼他這方面 什麼都不用呢 即是不會描述心態 也不會有旁白呢 就是因為當你看漫畫的時候 你看這裡 如果沒有字的話 你會揭得很快 其實你同時掌握了那種速度 如果你有心態描述 你要停在看那些字 其實是兩種不同的表現 阿狼覺得他不能掌握那種空殘感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的 我覺得是可以的 而且我感覺到那種快 因為我揭穿的時候 因為他沒有東西 八頁六頁裡面 其實什麼都沒有 我只看到他被人打 即是你很迅速地把幾頁的畫面 一次過閱讀完 其實這個 好像前天我和阿良在MSN聊天的時候 漫畫有另外一種 和電影不同的手法 是其他媒體做不到的 就是你用這種方法 其實是在做一種效果 因為你畢竟不同電影 你沒有辦法用快鏡 所以這裡 其實他想推出我 我自己覺得 或者我理解的是 就是這個 希望可以再 如果說到他是最強的 金剛界神力的擁有者的話 打擊感是要更強的 起碼打下去 我覺得慢慢有一個優勢 你可以畫拳頭打到個人 臉上凹到什麼程度 但我現在經常看和仔打鬥 是拳頭打到的人 就是沒有那種暴力感 可能真的看太多那些比較暴力的表達 你要看回人牛 其實不論每晚日晚 很多人都是做到這種級數的 肥梁反而未必是 肥梁反而要靠自己 肥梁反而要打他起手式 肥梁全部都是靠起手式 肥梁不行 肥梁因為他打 他喜歡用碎片 所以你變成了你 人慾的感覺 沒有真實感 沒有真實感 所以反而 成功的地方就是 之後 拾盈 他自己在鼓勵自己怎樣要起身 即是不用登雅電 你站在背後 站起來啊 星馳 起碼這裏 我每天都會這樣 我每天都會這樣 哎呀我不想上班 哎呀我不想上班 但實打那裏真是 站起來啊 如果用這個比喻的話 其實就是他寫一個人 怎樣在床彎來彎去那裏 寫得不夠到肉 不是 就是水魔跟你聊天那段 你寫得不夠好 但後面那段真的好到 哎呀放棄了 不行了 今個月沒有了 在安妮和職業 拆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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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臉 洗臉 應該下期會有人死的 不知 不知 不過十型越來越漂亮 真的 隨便吧 不如換他做主角 不如換他做主角 很重要 他説天過的認知是他 就是十型 就是十型 我是期待深月葵 他就死了 他就死了 因為他連演唱片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白斑也好 那些白斑也好 或者帽子死了也不要緊 不如阿南和白菜擔正 兩對GL 不如等十型交了白菜 然後齊歡唱 其實這部帽子就是左膽左勢 很適合的 一個背部有翼 一個腳有翼 對 拼起來真的走得很快 那只是兩罐胃杯而已 對 算了 好嗎 35 要這麼遠的都不要緊 沒有下次講 又不是不急的 沒有什麼特別一定要說 下個星期再見 今天星期 Hunter 記得聽 你這麼快 做什麼 一定要說得很好聽嗎 不聽就不要聽 好 你預計了這集不要聽 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